不疯不狂不爱你 光听这片名 想必很多观众都已经猜到 是一部疯狂的爱情故事 下面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片中的男女主 她们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不但是隔壁邻居 而且还看同一位心理医生 纵然她们互相看不上对方 话不投机 一见面就掐架 却总是无法避开对方 两个疯子般的人物设定 也为影片注入了许多喜剧效果 影片一开场 就花式展现了男主倒霉的一天 公交车上 男主身边坐着一位 不停打电话的乘客 声音几乎大到扰民的程度 好不容易到站了 她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来 结果直接撞到了头 下车的时候 前面的女生一直刷不上卡 急得她想去前门下车 结果前门关了 等她回来的时候 后门也关了 祸不单行 倒霉倒家的男主 坐过站还赶上了大雨 于是她想抽根烟 冷静冷静 平复一下心情 然而不仅燕没点着 自己还被浇了一头的水 这一连串的事情 气得男主在街上大喊大叫 令他生气的事情 远远没有结束 他在便利店买了一碗泡面充饥 结果因为没有辣椒 而对店员发火 店员也不是好热的 直接对他说 再闹下去就报警了 于是男主只好认怂 怒气冲冲地吃完了一碗泡面 而他要的辣椒油就粘在碗底 从他的各种行为不难看出 男主是个非常易怒的人 他自己也意识到 这样的情绪不正常 于是他选择去看心理医生 他非常积极地接受治疗 连把八岁尿裤子 偷妈妈的钱 喜不喜欢袜子 或捆绑之类的私密事 都告诉了医生 为的就是希望医生 能帮助他找到内在的原因 结果医生只给了他一个 愤怒调节障碍的诊断 心理医生的诊断 结果明显令他不满意 他走出诊所脚一滑 一只拖鞋直接飞了出去 这时女主登场了 披头散发再加黑墨镜 头上还别一朵小花 别致的造型 可谓是给观众留下不晓的印象 男主此时还不知道 女主的威力 想要拜托他帮自己剪鞋 结果女主脚一踢 鞋子直接朝 难以预测的方向飞走了 严格说起来 这两人算是病友 女主患有妄想症 她的心理问题被诊断为 广泛的不相信和怀疑 有攻击倾向 直觉异常 创伤后应激障碍 女主早在去医院的路上 就看见男主了 她形容他 一直走在我前面跟踪我 医生听不下去 纠正为 尾随应该是从后面吧 但女主显然不这样认为 当男主在他后面上电梯时 女主以为男主要扑向他 直接一顿揍 被莫名其妙打了一顿 男主的情绪又失控了 狂打电梯发血 一个易怒症 一个妄想症 奇怪的CP增加了 两人不仅在同一家诊所看病 还住在同一个小区 二人在地下车库相遇 结果又上演了一出闹剧 这下还直接闹到了警察局 女主看见男主 又以为她要袭击自己 而且她之所以这次反应如此激动 是因为她勿叫男主当作强奸犯 然而 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这不细也不例外 这二人都不是天生奇葩的人 他们怪异性格的背后 都有一段痛苦的往事 男主原本是刑警 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在没有拿到抓捕令的情况下 贸然行事 结果导致同事身负重伤 因为这次严重的事故 男主被停职 未婚妻也和他分手 自此之后 男主的生活陷入了一片混乱 女主原本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结果却被已婚男欺骗了感情 渣男甚至还在女主不知情的情况下 拍了私密视频 以此来威胁他 这段糟糕的感情 如同扎在女主心中的刺 之后的日子里 女主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 本质上 他们两个是同一类人 所谓的怪异 其实只是他们受伤之后的应激反应 是他们保护自己 对抗外部世界的方式 但内心深处 他们都极其渴望爱 女主收养了一只流浪狗 以此来填补生活的孤独 而男主仅仅是吃到妈妈做的饭菜 就会流下感动的泪水 他们二人的情况正如男主妈妈所说 因为缺乏爱 才会病成这样 两个受伤的人彼此治愈 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取暖 同时 影片将男女主设定为患有心理疾病的人 也让这部剧不同于一般的爱情甜剧 而是更具受的关怀 笑点密集但又不是深刻 温情却又不煽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并